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难以言表 2018年年底我们说万劫不符再劫难逃 天灭中共 2019跟2020的就联为了一体 结果后来说起来 说这个刘伯温的 刘伯温的所谓叫什么 救急师是救急什么 在他的悲问当中的 就把朱甫年是联为一体的 联为一体的 那我们现在看朱鼠年 其实也是联为一体的 去年是朱年 今年是鼠年 那首尾相扣 十二生肖里面 朱是最后一个 那鼠是第一个 这种首尾相扣的概念 就像我们说的十二时辰 十二时辰里面 我们看到子时 也是在一天当中的 就是他是两天的交接 交这种前后扣在一起 那这种前后扣在一起的 首尾相扣 不就应对了 还习近平当初说的 不忘初心 方德始终 那是一个文殊菩萨 四大菩萨当中的 首尾大菩萨讲的话 前后都其实都是对应的 这种前后对应呢 还有着在人的环境中 就是人信 信与不信的问题 人的灵与肉的问题 我们在节目中 一再跟大家解释 几乎就是贯穿了 每一期节目 很多朋友不一定能 就是他有他自己的思考了 但是如果人们去讨论说 天灭中共的话 天在哪 按照通俗的 就是我们通俗的 民间的故事 你就叫 有些人就叫神话故事了 那伊甸园是 上面是天 这通常说的 那神在那呢 神没在伊甸园之外 是人呢 对吧 亚当夏娃 住在一块生孩子了 是伊甸园之外 神不在伊甸园之外 神在伊甸园之上 人 肉身的人 和谁呢 和撒旦 在伊甸园之外 被逐出伊甸园 永远回不去 那意味着什么 人不会在伊甸园 神不会在人的环境中 显现他的真身的 人不配 人当初违背了神的教诲 所以被逐出伊甸园 我相信这么解释 大家就听懂了 但从另外一点上说 当神 佛 来到人间的时候 他一定是以 人的环境 人的样子出现 因为 这是伊甸园之外 观世音菩萨 去到东土 寻找取经人 是一个和尚 很穷的和尚 木扎 木扎 跟他在一起 结果他拿着禅杖 拿着禅杖 拦着袈裟 那禅杖跟袈裟 是佛祖的 对吧 耶稣 在人间 是个木匠 苏格拉底 在人间 文盲 不会写字 释迦牟尼佛 那是个王子 没事 他跑 他不要了 他跑出去了 他跑出去了 王位也不要了 女人也不要了 妃子也不要了 他跑了 菩提树下 打坐 49天 开悟了 说那东西是垃圾 他反的 对吧 简单的 伊甸园的故事 其实他告诉你 人为什么看不到神 真正的是 在这种过程中 在这种大变化中 人们能够 反映出自己的 在从中 理解到生命的真谛 如果最终 走到天灭中共 需要神出手 那今天每一个人 其实在与神性同在 那也是讲 每一个人 在这种环境中 遭到了真正的 魔鬼的蹂躏 但人他反应不出来 所以是一个大结束 大结纳 从人游超过了人的文字 那撒旦出现的时候还没有字呢 对吧 那通天哪 没造 这是今天人碰到 我以为真正碰到 12月21号是冬至 冬至 今年的冬至 出现了800年才出现的一个天象 木星跟土星 两颗星星叠在一起 中间差多少 只差了0.1度 人家 这是科学家算的 咱不会算 只差0.1度 那眼睛哪看出来呀 两颗星星重叠在一起 下一次再出现 2400年之后 上一次出现 1226年 他说 后来有人说 1226年当时忘了发生什么 好像是中国历史中很著名的事情发生 昨天有一个人在帖子上贴了 那意味着巨大天象 跟大家分享相应的一些内容 星期五发生的事情 当时是在伊朗的德黑兰边上 就他首都边上 被杀掉这个人呢 是伊朗首席的核武器专家 他不是用无人飞机的 他是人 开车 应该是开车 我们就设想了 应该开车过去 用枪把他杀掉了 两辆车 两辆奔驰 一辆奔驰炸飞了 都被炸弹炸飞了 另外一个奔驰呢 全是枪眼 这是直接杀 直接杀掉他 在此之前呢 以色列的报纸曾经说 川普可能会在近期很快的时候 对伊朗发动战争 以色列的报纸是这么报的 里面掺杂着不同的因由 那其中有一个因由 其中有一个因由 鲍威尔在他的调查报告当中 直接列出伊朗 跟中共国是外部势力干涉 美国大选当中最主要的表现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主要内容 在里头 那在接下来的 这里提醒大家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12月14号 是美国50个州 各州推出选举人的 最后的时间表 那在这期间 这还剩两个星期 在这期间 川普的很多法律case 应该相应的完结 都进入到12月份 进入到12月份 不开玩笑 所以大家看到的故事 就在这14天里面完成 会怎么样 所以将大的事情 集中在这个环境中 如果拜登进入白宫 美国不复存在 用不了一年的时间 现在的共和党人 参议院 众议院 凡是你反对 在这次大选中 反对他们的 你们都是妄图颠覆国家政权 你不用叛国罪弄他 他们会用叛国罪 干了你们 全都给淹了 所以伊朗这个事情 伊朗本身就是最邪恶 政权就是一个邪恶的 甚至有着某种宗教背景的 邪恶的一个政权 这个人出来 他就是来杀 就要大规模杀人的 所以出现了我们现在的故事 那让我个人比较惊奇的呢 是这个 这个人叫布兰南 美国的奥巴马时期的 CIA的局长 川普的通俄门的 栽赃的罪名 是他干的 嘿 他的谴责之声 都找过了伊朗政权 非常愤怒 去谴责 杀掉这个 杀掉那个科学家的 恐怖主义的行为 他非常愤怒 列出了很多 案子呢 是川普干的 那其实很多人认为呢 应该是 以色列人干的 就是以色列的 特务 以色列的间谍组织呢 非常的强悍 他们在追捕 二次大战的德国战犯 他们在这个追杀 这些真正的恐怖 恐怖国家 这些关键人物 在相当程度上 在这地球上 数一数二 所以有人说是 以色列干的 那有人在我眼睛里呢 那你说是不是 美国特种部队呢 我觉得保不齐 我个人觉得保不齐 为什么 今天在美国 进行选举政变的人 进行选举政变的 背后的黑手 跟伊朗的邪恶政权 跟北京的邪恶政权 他们是利益共同体 在习近平的嘴里 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全球革命的队伍 这些人的嘴里 叫做全球化运动 全球化运动 你看到的 所谓气象的 全球化运动 WTO WHO 世界银行 世界基金组织 甚至联合国 都是这个 所有这些东西的出现 是在人类社会 出现共产共期的 共产主义 它的邪恶 扼杀 每一个具体人 让每一个具体人 以奉献的概念 以整体的概念 以照顾他人的概念 扼杀 每一个人的尊严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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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